对于台尼断交相当震惊 尤其上周六才到自家大使馆欢度圣母日 最忧心莫过于自己被取消的奖学金 联络使馆那里也是一阵慌乱 目前尼加拉瓜在台学生根据教育部统计有143人 其中53人拿着外交部提供的台湾奖学金 过去受贿者包括她 年仅25岁的尼加拉瓜驻台大使李密纳去年10月上任 毕业于明传大学 她让校方印象很深刻 李密纳是我非常得意的一个学生 她是一个很文静 然后讲话非常有礼貌 在课业各方面都很优秀 台湾长年援助尼加拉瓜两国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生效 去年台湾输出尼国2294万美元 输入1.4亿美元是尼国第五大出口国 我方曾在2019年基于人道考量提供1亿美元 约27亿新台币的贷款 因为2018年动乱让当地民生经济和基础建设等严重回损 我们还帮忙盖具有美国大联盟MLB等级的棒球场 2010年开始敞刊 2017年盖完的马丁尼斯棒球场 我就曾捐助3000万美元 惹合当时约新台币9亿建造 另外疫情初期 口罩额文枪台湾捐好捐满 医疗团和农业技术团也都常年援助 特别之后我是台湾来的 那之前在机会工作的时候 他们都是对我张开双手 是拥抱我的那种感受 点名道理 菜豆跟大娇 三种主食台湾都有帮忙 如今台湾的真心换来的却是尼加拉瓜的绝情 TVBS新闻黄富华 陈英文刘廷廷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铛